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來到地牆有懷疑系列 我想大家一定非常非常想知道 就是在說升倉的東西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在什麼情況下 才會有升倉的操作 很簡單,經濟倉有200個位 但預訂位時訂了220個位 雙務倉有40個位 但預訂時只有10個位 所以有30個位是沒有人坐的 所以經濟倉多了那20個人 他們是沒有位置坐的 不會坐機頂、機翼、引擎等 就會將他們升倉到雙務倉 而這20個幸運儀是如何篩選 如何挑選出來呢? 我們稍後就會說 不同的航空公司對於升倉的準則 其實都不是一模一樣的 不同公司有不同的規矩 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標準 但是大同小異 其實客人在航空公司的眼中 是有分等級的 大家不是人人平等的 最簡單的 就一定是用會員制去分 每個航空公司都會有自己的會籍 然後某幾間航空公司 都會合起來成為一個聯盟 只要你表現到你的忠誠度 每次坐航空公司都是同一間 這個等級就會自然提升 你在航空公司的眼中 都會越來越高級的 但你又不要以為 我每次都坐同一間航空公司 地位一定會高的 因為很多時候一些超級便宜的減價費 是儲不到分 是甚麼都計不到的 其實你回答一百次 他們都不當你是一個非常忠誠的會員 而且很多人都會用信用卡 去儲一些利數 然後去換機票 換的機票其實都是儲不到分 以及儲不到sector 所以那些機票一樣 都是做不到一個等級的提升 而我們作為地勤 究竟怎樣知道你是用分去換票 還是真金白銀去買票 其實是有得看的 究竟你是換票買特價機票 買一個比較貴的機票 還是買正價機票 我們一目了然 所以同一架飛機裡面 就算你坐在同一個航空 你跟前面位隔離位左右後面 都不一定是用同一個價去買機票 機票的價錢是非常海鮮 和非常浮動的 但你們都是坐在同一個位 吃同一個飛機餐 現在我們把客人分了很多不同等級 究竟航空公司是怎樣決定 升級哪一個人 怎樣分先後次序呢 通常呢 第一件事 一定是升級專櫃的會員 有幾高級的會員 就一定是他們一路排次序 其次你們經常問 通常的生日有沒有可以升級呢 有的 只要你是我們專櫃的會員的話 你生日那個月份飛 其實只要有位 我們都很大機會會升級的 但是次數就不會那個月狂飛 都狂升級的 通常只有一次 好了 當我們專櫃的會員升級了 雙務艙又依然有位症的話 到哪個呢 其實通常都是到職員 我們先不要討論它公平還是不公平 公司對員工好呢 做員工都會做得開心一點的 好了 會員升級了 職員升級了 剩下都是大家那麼高那麼大的乘客 那我們怎樣去選擇呢 通常我們都是會選擇一個人 單資工去旅行的人 我們不是可憐他一個人旅行 而是我們通常上面不會計到有多少個位 所以是一個一個這樣慢慢去移動 其次如果你有同行的話 其實升級上去是不能選擇位 我們也不會幫你側位的 所以升級了上去 反而是不能一起坐的 我們是不會移動我們本身商務艙的客人 或者是我們的會員 去遷就一些我們免費升級 而他們有想一起坐的人 所以我們通常方便起見 都是會升級一個人旅行的乘客 另外大家應該很好奇的 究竟是否要帥仔、帥女 有型有格、六塊腹肌才可以升級呢 不是的 我們不是看樣子 我們看的是衣掌 背心短裙、短褲、拖鞋、涼鞋、露腳趾鞋 全部我們都不會選擇的 不要說升級了 我們其實職員搭商務艙的時候 都有這些Dress code是要跟的 有什麼人是不需要跟的 就是你真金白銀買一張商務艙 你喜歡背心短褲、睡衣、拖鞋 都沒有人理你 但如果你是升級或是職員 就要去跟這些Dress code 究竟如果我生存升級去機場的話 我應該有什麼衣著呢 又不用打曬西裝那麼辛苦 其實你也是穿T-shirt 長褲 然後穿一雙脈的鞋 就可以了 女生的話 最好就穿一些 及塞的裙裙褲 如果你上身真的覺得很熱 要穿背心的話 很簡單 你加幾卡 戴小褲子 其實就OK的了 最重要是你check in的時候 穿著它 不要check in的時候 背心短褲 我自動將你可以撇除了 而很多人有一個誤解 就是你越遲去機場 就越容易upgrade 這件事就要看航空公司 我有做過一些航空公司 他們會upgrade會員之後 然後中間可能沒什麼人選 或者未知道的情況 需要再upgrade 最遲來 而他又穿得整齊的人 我們真的會upgrade 但是一些比較大 有規模的航空公司 就比較少這個情況發生 我也做過航空公司 他們是upgrade所有會員 職員之後 是由online check in 第一個人去開始upgrade 所以你們預訂機票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 甚至我現在沒有做那麼久 都不知道 不同航空公司 他們upgrade的順序會是怎樣 還有一個小提示 就是 搭什麼航班 upgrade的機會比較大 如果你搭的航班 是比較多公幹的人去搭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已經是坐商務艙 所以商務艙本身已經很擠勇 upgrade的機會是非常少的 所以一些早上的飛機 去一些大城市的飛機 都是比較低機會去upgrade 然後凌晨機 或者一些旅行團 很喜歡預訂的超級早機 都會是比較大機會upgrade 因為這兩種都是比較少公幹的人去預訂 所以比較少人是買商務艙的機票 很多人都會去買經濟艙 令到經濟艙有overbook的情況 這樣upgrade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所以這條片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upgrade 不是因為你的生日、動物月不舒服 所以讓你去upgrade 一切都是看回航空公司的需求 很簡單 如果你經濟艙滿 但是商務艙都滿的話 根本就沒有upgrade的空間 經濟艙不滿 商務艙不滿 其實都沒有這個空間 因為經濟艙都沒有裝滿 所以沒有突出的人要走上去前面 所以upgrade、升倉 都是看天時、地利、人和的 有的話就會是一種幸運 有個幸運之神 眷顧了你 其實沒有的話 都不要緊 我們平平實實地 坐一趟飛機去旅行都是開心的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亦都希望你們可以在這條影片 知道更多關於upgrade升倉的小知識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片 即使星期六下星期三天 即使星期日日天天就十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